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 AMBODCAST 上一集就讓兩位朋友簡單講了創團的經歷 甚至他們去哪裏表演 今集我們可能會專注於他們如何發展 其實你們都說自己都去到八年 中間有沒有發展甚麼有趣的 聽聞上次會跟其他人合作是甚麼 其實我們團都玩了八年 其實都試過很多不同的表演 有商演試過 自己也試過 上一年我們跟澳門有其他兩團的A Cappella Cross Over 教了一個Show 叫《齋唱》 就是純澳門的Local A Cappella 一個Show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各團有各團的特色 而且也會合在一起去唱一些歌曲 講解你們不同的特色在哪裏 其實我們團的特色本身是唱POP歌 本身有Water singers 有他們的特色 他們可能玩聲音的質地都比較多 有些歌和舞歌詞 有些不同的聲效 都很特別 另外有一隊叫Folkaholic 他們唱一首歌 他們是很有畫面的 舞台感很強的 帶有一些劇情在裏面 大家變得很多不同的元素 合在一起就很棒 其實經過這次活動 你們團隊有沒有新的目標 或者新的方向 不如我們試試其他東西 其實有想過的 現在的發展 都受疫情影響 表現都少了 其實我們都有想過 不如我們就更多影片 可以保持著有一個曝光 令觀眾可以繼續接觸我們 不是說沒有Show 你們團團去了哪裏 都想做多一些影片上的事 我們也有想過 之後如果搞Show的話 其實也有想過 跟不同的戲劇界的人 可不可以有Cross Over 之前也有些人邀請過我們 有時可能之前 有時未成事 但我們也試過入劇場 我們做過黑俠劇場 那次我們入過黑俠劇場 但那次就有點可惜 因為我們打風的關係 但我們就如期進行不到 有些印象是一致的 是的 但那時我們也堅持做 我們有些幕後有些高手 在Facebook那裏做了Live 最後不想白費 團圓的全部的心血 最後都做了 但始終這個有少少遺憾 所以也是想尋找一個機會 看看過去那一次 我們吸收了什麼經驗 有什麼可以做得更好 更有突破性 再正正正進入劇場 做一次正式的 一個劇場形式 是 因為那次我們很喜歡一個很特別的 我們覺得是叫我們的時代曲 是不同年代的經典音樂曲 都抽出來 有些像Mathlet 有些就是現在的流行曲 有些有很多共同回憶 然後編排了很多畫面 結果打颱風 有些可惜 不過那個我們是Live 做Live 希望日後可以多些不同界別 Cross over 做多些這些類型的演出 比如好像 是的 剛才他也說了 我們三團合作 其實我都覺得本地來說是一個挺突破性的 挺突破 是的 真的不錯 我們也試過 我們有想過 Acapella 怎樣可以多些人去認識 我們就將他推廣多些 就入學校 就是教育方面的 我們都 自己的巡迴唱 是的 就是他們有些Acapella 已經在做這件事 同中學團Cross over 我們也有試過自己去入校 因為入校的時候 你又會順便教育他們 大概不如JM 一下 一起唱 你又做什麼聲部 原來Acapella 有不同的東西 然後又會教他們一些簡單的Beatbox 他們都挺喜歡 我覺得這件事挺有趣 其實聽你講 找些八年都不容易 因為說真的 譬如中學 就算我們中學也好 都會有人玩Bang 其實你中間會有些困難 是怎樣去克服一下 或者接下來有些事情要解決一下 困難 困難了很多 其實我覺得 在澳門玩Capella 尤其我們叫做業餘玩Capella 我們有正職 首先第一就是時間 真的有些會承認要輪間工作 有時你輪間工作回來 還要練歌 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都堅持下去 就是要很喜歡這件事 第二個就是 我們始終都是一群組合 就有很多不同的人員 有時可能人員會流失 可能有些成家立失 有時要照顧小朋友 出席不了練習 我們不同的崗位 會不停有些生血 有些人可能要培訓一下 又一起怎樣培養默契 聽你這樣說 其實成員中間都換過少許 對 都會有漏洞 都換過很多 但其實這個都是很正面的 有時會有些生血進來 變成是可能給了我們新想法 就是我們可以怎樣玩 他們會帶一些新東西來 還有舊的成員 雖然推出了 但他們會回來幫忙 他們不是做唱 他們可能會做幕後的幫忙 其實都是一件好事 我覺得將這件事 有時會帶多些不同的元素進來 有爭執不同的東西 好像我們最近有手新的 有些成員很喜歡爭執 我們偏向爭執 不如試一下玩 又學一下他們的東西 是的 這樣 是挑戰很多的 有時可能搞一個表演 我們自己不同的經費上 當然一定每個團體都會遇到 不同的挑戰 就算是練習技巧上 編曲的技巧上 這應該是最難的 因為你們沒有曲譜在手 就是靠你們自己去思考 是的 我們有試過找人編曲 亦有自己編曲 我們亦都要自己升級 自己的技巧 有時要請老師來培訓我們 例如發聲方面 怎樣可以做好一點 所以我們都會自我提升 其實我們之前去過比賽 其實都是想將自己 再提升一個層次 將更好的東西帶給觀眾 好了 今天到這裡其實差不多了 其實澳門 剛才聽我們這麼說 玩卡批利的人真的不多 所以如果對這件事有興趣 就馬上追蹤一下他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